12月份年底 针对市场当中高股息质地的标的 仿人的买盘热衷的程度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就决定了连续剧跟您坐下来了 今天是第五集 我们来追电子 研究团队非常强的建成请上来 今天他帮我追印刷订入版 包括了高阶载版 还有主机版 回到第一页 同样的 把今年预估的EPS 赚多少钱 乘上历年来 平均三年的配息率 这么一层 大概可以抓到 明年你大概配息 配给我多少钱 把配的钱除以今天的股价除 就知道谷籍殖利率 谷籍殖利率从高到低排下来 PCB来 你看我们颜色从深到淡 不是故意变淡喔 因为变到后面越淡 股息质利越低 您就忽略它好了 总之两大类 建成总共20党帮我挑 如果电子股PCB 高阶载版这些 或主机版 可以当存股的 有吗 有 那么多好公司 当然他们主机版也好 PCB也好 他们有各领域 把它分成更细 各次产业的龙头 要抓龙头 要抓龙头 要大 要大 然后我也抓检查一下 最近十年都没有亏钱 都是换钱 对啊 你看存股 一定长期来都不会亏钱的嘛 这还是OK的嘛 过去的好 等于未来的展望 对啊 这没有错 另外技术面来看 我不要看日K周K 我要看月K 月KD在低档 或者是中间50左右 呈现黄金交叉 没有过热 当然可以挑啊 所以挑中的谁 建顶 建顶 有没有 KD在低档 月KD在低档 对不对 如果你看长一点 其实他们都没有创高的 他们都相对位置是低的 而且建顶 2016年走长线 到现在2021年 大概有多少年的督头了 对 没有错 存股 对 存股 月KD黄金交叉 第二档自超 自超的部分 股价也在相对低档 还没有黄金 但是都在低档 月KD在低档 所以即将要黄金交叉 下一档真顶 对 真顶的部分 你看月KD也在低档 对不对 它位置有很高吗 没有很高嘛 所以在这边 其实上升轨道是存在的 而且当我们要买存股 当然要买那个位阶低一点 才不会害你追高 我要退休生活的位阶低 而且配给你的息是高的 所以股价是低的 股息之力才会高 没有错 KD月KD 黄金交叉 华硕 华硕的部分 月KD刚好黄金交叉 虽然有高 但是它趋势是往上的 你看趋势是往上的 多头的架构是没有改变的 华硬 华硬的部分 最近长得比较多 在时间看长一点来看的话 时间长 对 创高 但是月KD 刚刚黄金交叉 每次黄金交叉都走一大段 走一大段 对不对 所以还有空间 可是如果华硬 那现在价格比较偏高 这个短一点点 我不追对不对 对不追 但是用定时定额的模式来做一个布局 定期定额 因为呢 他两百九十一块一张二十九万 那可能就五千五千 买零股啊 三千三千 这样买零股 只要量够大 好 存股知道了 放长的电子 那跑短的呢 短线上来 第一个一定筹码要好 获得法人的青睐 然后呢 我们常常交到月季线 要成线黄金交叉 月季线黄金交叉 就是这个是短天期均线 这是长天期均线 所以月线 由下往上穿越过季线 这叫黄金交叉 黄金交叉就会有强劲的支撑 对没有错 另外呢 整个股价的形态要上升趋势 不管是骑行也好 上升轨道也好 而且底部是越电越高 地点要越电越高 哪一些 像季家 河塑 台光店 台药跟华同的舞蹈 因为建成啊 这是跑短钻价差 条件都吻合 待会这几档标的进出交一下 来季家 季家部分最近很强悍 我想月季线黄金交叉 我就不特别讲 来这边月线 然后季线 早就黄金交叉了 早就黄金交叉 月线突破季线 你的黄金很长 最近它涨很多 涨很多 涨很多 但是今天有留上一线 我们就以短线 因为要涨高 五日均线在这里 如果你做很短的 五日均线破了 你就先停損或停利 然后中线的角度 这个颈线的位置点 为了只要不跌破的话 我觉得都可以虚报 所以如果你买在了 均线就麻花这边买 然后如果周线破掉了 那这边买 这边卖 这是停利点 赚价差 或者是过了之后回撤景线 再来买 日后冲 买 卖 赚价差 没有错 第二档 来 第二档合硕的部分 股价慢慢定高 均线也都站上去了 中长期的均线站上去 所以但是上面有压力 量没那么多 我觉得用区间差价来做应对 这边可能年线的部分有压力 大概就接近七十块左右 所以我的买法就是均线揪麻花 买 靠近年线七十块卖 赚价差 第三档呢 台光店 台光店的部分 过去也很强悍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收链三角形 它其实快整理完 而且量缩在整理 法人都拼命买 所以这边的收链三角形 只要往上突破 你就继续可以站在买方 那万一这个往下跌的话 你就要停利点 今天外资台光店也正在买方 所以往往收链三角形末端 也是一个精彩的戏 沒錯 就是决胜负了 收链三角形 跟您报告 上次建成有教过 為什麼高点越来越低 低点越来越高 因為呢 哎呀我要卖 我要卖 我要卖 結果呢 卖的人呢 其實是越来越少 那这边呢 我想买我想买 所以慢慢的 我觉得他有期待 才会愿意把这个低点买高了 所以賣的人变少 买的人逐渐再增加 他就会除在收链三角 對沒錯 只要买盘多方力道 突圍就向上 對沒錯 我們在等待這一個 OK 再來下一個是台耀 台耀部分呢 其實他有點落後補償 底薪出來了 月季線鋼黃金交叉 對耶 現在等待季線走坪翻揚 所以這個位置 只要不失手的話 我覺得他底薪有出來了 應該就有機會 開始來做個補償 所以囉 清掉之後 這一條您賺價差的方法 因為這條月線還有手 對 所以靠近月線 是101塊買 然後來到了半年線或年線 這邊賺價差 賺價差 他給量有出來 對 慢慢增位 再來滑通 滑通的部分呢 我覺得他股價呢 已經占上所有均線了 現在看起來呢 好像沒什麼 這個力道沒有很強 但是有沒有看到 均線全部踩在腳底下 是耶 他有點補漲的味道 開始要發生了 因為法人也開始回來買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 下降壓線 今天剛好站上去 對 量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有增加 所以未來這個位置點 只要不跌破的話 應該有開始補漲 今天的滑通 法人有買喔 外資是買的 買第四名耶 所以呢問您一下 像這種可以跑短暫 下降軌道線 他終於突圍了 第二個呢 法人有站在捧場的這一方 所以你才會有肉可以賺 第三個喔 感謝建成今天幫我抓到 可以跑短暫 價差的 多數均線揪麻花 才在腳底下 你知道均線的概念 建成交了 他是一個平均成本線 所以這條季線站上 三個月買股票的人賺錢 然後呢 月線站上 一個月的買股票的人賺錢 這才是優勢 沒錯 好 感謝建成 非常謝謝您了 今天呢 追高股息殖利率股 印刷電路板跟主機板 然後呢 股息殖利率從高到低 幫您排序囉 當然二十檔 怎麼可能檔檔都好 好到可以陪你過多久生活 不是的 第一個必須要 各電子次產業的龍頭 今天就是印刷電路板 高階窄板或主機板的 次產業的龍頭 你看哪一個不是龍頭 還有喔 過去十年 任何的金融海嘯風暴 你都能夠安然度過 再大的危機 你還能夠賺錢 這叫什麼 這叫很厲害 叫不簡單 第三個 月KD的黃金交叉 才是長線多頭的未來 所以呢 可以佈局 這些呢 存國看仔細了喔 第二個是短線賺價差 短線賺價差 我們就短線試支了喔 法人一定要買喔 要買才會有Hold住的力量 第二個呢 最好 月線由下往上穿越過季線 這叫做黃金交叉 那麼這個點 就會有多頭的支撐動能 再來第三個 走出上升軌道 高點越來越高 低點越來越高 這叫做上升軌道囉 所以上升趨勢線都吻合 這些就可以賺 短線的波段 資本利得的價差 剛剛操作技巧 全部都交過了 這樣結論對吧 這樣真棒 感謝建成了 建成辛苦他了 告訴你喔 要幫您把一兩千檔的股票 從海中撈出來 撈出高股集值利率 我都交給強棒 因為呢 這種都要細挑的 找很多功課做得很辛苦的 謝謝建成 進行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接下來這個更辛苦囉 哪個員工不辛苦 哪個勞工辛苦工作不累呀 可我真的沒想到耶 怎麼會全台灣喔 百分之六十五 這麼高的比例喔 一百個有六十五個 已經退休的勞工 聽說那個勞保年金 領的勞保退休金 每個月領不到兩萬 這到底怎麼回事 讓有連講清楚了 邊健健健健康